台湾人 台湾市 近在台湾小百科 大家好 我是陈慧芳 今天我们要介绍给您的是 因为战争因素而逃到印尼的丛林当中 过着30年流浪生活的李光辉 有关于李光辉的丛林生活故事 我们请台湾文史专家张永明老师告诉您 李光辉 其实他当年是真的是一个媒体 极具的一个焦点 因为一个人自己为了逃避 所谓的一个败战的事实 所谓的败战的事实就是日本人投降 但是因为他深受日本的一个金字教育的影响 认为做一个金人绝对不能投降的 甚至他们当初还有很多的 受日本教育的一个很深的一个影响 就是说如果当年他们向欧美 这些所谓的一个蒙国投降的时候 那这些欧美的一些门金会 施加于他们的所谓的一个 报复的行动是很残酷的 所以说他当年他就弃甲逃亡 没有想到他逃入了深山里面 竟在一朵朵了30年 那这个30年的一个岁月 他完完全全就是在一个 自力更生的状况下 自己充活下来 所以当年所有的报纸都给李光辉这样的一个称号 叫做台湾的鲁宾生 那其实他当年被发现以后 很多人还蛮惊讶的 甚至也很多人一直对这样的一个台籍的一个原住民 打抱不平 因为这30年来他完完全全被日本的金部给冷漠掉了 其实我们要从他当年的一个崇津背景去谈谈 所谓的李光辉这样的一个人物 李光辉他是台湾的原住民 那我们也晓得二世大大战的一个末期 日本人开始动到台湾人的身上 要想将台湾人送到战场去的时候 他当初所注目的一个现象 就是台湾的原住民 因为他们觉得原住民 他们长期生活在山区 而且他们狩猎 他们有很多自己的一个谋生的一个本能 日本人觉得说 这批人很适合一到南洋去打仗的 所以说当年就争了很多的所谓的高杀义勇队 就是从原住民里面去挑很多的壮丁 然后施以很短暂的一个信念 就把他丢到战场去 那李光辉当年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 我们也晓得一个离乡背景的一个人物 然后他在南洋 从领中去做作战 那其实我们也晓得 那种战争是蛮残酷的 那我们也从很多文献上得知 当年台湾人善命在南洋战场的 真的是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 就是可怜无定河边谷 游世梦归梦里人 那这些人其实就是变成了 当年台湾人一直想要了解的 他们的一个去众的一个对象 那李光辉当年被发觉的时候 大家都蛮惊奇的 说一个能够脱离到一个团体生活 孤孤独独的在丛林里面 建构自己自力根深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 一个人竟然存活了三十年 那很可惜他回来台湾以后 他接触到所谓的一个文明生活 他开始松胸酒 他开始吸烟 结果破坏了他的健康 真的是蛮可惜的 一个生活在从临三十年的人 回到自己的一个家乡以后 竟然他没有得到他很好的一个晚年 真的令人惋惜 听众朋友 有着台湾鲁宾逊之称的李光辉 是在1944年因为逃避战争的因素 躲进了印尼丛林 与世隔绝30年的时间 一直到1974年才被发现 重返到文明社会 李光辉深切明白丛林当中的生存之道 他以筑麻抽丝 自己编织成毯子取暖 不过好不容易回到家乡的李光辉 晚年是在花莲文化村营生 他的装扮 就是当年流落荒岛时候的装备 不过很可惜的是 在他重返文明社会四年之后 却以肺癌结束起传奇的一生 等等五分钟 认识台湾真轻松 台湾小百科 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